联储局的会议记录 我见到多数官员都支持未来几次会议 就叫加息半离 有些分析就认为官员的加息取态 是否比市场预期更加鹰派 不过大家看到的就是 官员对经济增长的看法 好像都比较没有大家想的 之前大家在害怕美国的经济会议衰退 都支持到美股有回升 怎样看联储局今次的会议记录 大家的市场的解论 为什么会偏向正面呢 我想一方面是因为都本身那个 在市场整个由五月的加息 到第一次比较连续的预期 告诉大家五、六、七月都会连续加息 一直收表那个路线图 令到市已经由于这个原因 已经一直反复抛售下去了 本身已经有一个都有一定的 已经下跌了一段了 譬如你当说已经用这个可能标凶板 又或者纳指 三大指数里面其中两个 或者就算道指都好 其实由高位下跌下来 基本上已经三大指数都基本上 试过由高位下跌两成以上 亦都达到我们叫做 就是传统上说 叫做牛转熊 开始有这个大家有熊市忧虑的这个水平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想今次的会议记录里面 就是叫做大家尝试从悲观的 那个Paybook上面去找些乐观的东西 就是说好像由他们的会议记录到 好像有个迹象说 似乎是五六七月加完息三次 虽然都会加五十点子 但是之后就可能不加了 其实大家都抓住那个可能不加的一点 他觉得似乎从悲观中有希望 但是其实我也想反而说的 就是其实联储局一直在这一段的 这个加息周期开始的时候 都说得很清楚的 就是一直会观摩的数据 也都他们一直有一个说法 叫做中性利率 其实那个中性利率 虽然他们没有很官方的说到多少 但是普遍大家都 就是市场分析都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都是聚焦大概在三厘以下的 就是说2.5到3厘以下的 如果随着说五六七月加完息 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走势 就大概去到比较接近的了 就是比较hawkage的看法 就可能会加多两次 但是那两次就未必一定要连续 在这个今年的下半年都做了 所以变成就有些分析会觉得 会不会都可以松一口气呢 再加上现在都已经高位累跌得多 那就会引来一个可以反弹的冲击 那我自己的看法都是反弹的 但是对一个比较长线一点的看法 我仍然都认为就是始终 又不是说现在的美国经济的底子很差的 但是因为之前真的 在一个极低息环境的情况之下 都催生了大家的资产价格都真的高的 所以变成要一些时间和水位去调整一下 而后市能不能够维持在现在这个资产价格 其实很反映或者很要关注 大家都认为会不会做得到的 就是究竟美国的大部分的 港甄上市公司它们可不可以维持现在的盈利表现 但是其实要维持现在的盈利表现 和现在的增长水平是有少少难度的了 就是在这个现在美国的通胀环境之下 其实都明显看到对公司 不少公司盈利都带来影响 所以其实后续都会看法 会觉得可能他们的增长都会放慢的 所以暂时都很难很短线在这个位置 就会长期看好 最多都是想会不会是一个低位 大家觉得够差了 那就有个反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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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感谢观看